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 县议员陈宜君针对露天燃烧的污染问题 希望环保局能够重视 并且针对农业废弃物燃烧部分 也能够提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 辅导农民以其他方式来处理农业废弃物 改善露天燃烧的情况发生 我发现这个露燃事件 就是通报案件最多的会落在1月份跟11月 这两个月份 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跟农作的时间有关系 其实我们发现烧的东西里面最多的是树枝跟杂草 那如果以在谱理来讲的话 它的角白笋会特别的多 角白笋壳的部分 那你们有什么样比较确切 而且是有效的办法 针对这个燃烧角白笋的部分 还有这个稻草的部分 在今年度你觉得还可以怎么做 来改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县议员蔡明轩 则针对路边停车阁收费的问题 希望县政府能够拟定收费办法 避免停车阁遭长期占用 以至于民众上街找不到停车位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来努力 将这项工作完成 路边收费停车的问题一直很严重 全台湾 全台湾 只剩我们南岛 我们没有在路边收费停车 这方面才来努力 因为我们路边收费停车 我们如果没收 我们的空车率 我们走转率就太低 尤其有些人 一天就跌了 跌了一天 跌了就跌了一天 跌了要做生理也很坏生理 尤其我们可以观察 我们没有路边收费停车 我们现在发的富有停车证 我们路边收费停车 根本一家都没有在南岛 还有我们的残葬车位 我们都看不到残葬车位 这对我们生葬朋友 很不公平 这方面我们来努力 在本日定期会议程中 站对县内路线燃烧 以及停车的问题 议员们分别提出建言 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并且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提升县民生活的品质 记者陈伟一 南投线议会采访报道